宝宝们 今天开始我要挑战寺庙100天了 我身后就是福田寺了 我听说这寺庙清洁规律非常严格 冒语 濟小闻在哪吃饭 物贪 为何来吃饭 这是你能让我来的吗 你说除了这个原因呢 被炒鱿鱼了 房东把我赶出来了 没饭吃了 送吃送住几天 不行啊 蛤 喂 你在哪呢 你不是说七点半开会吗 我来了 你人呢 再吃饭 我们都饿着肚子走你 你再吃饭 你吃得下去吗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是多一会儿 咋的 饭不好吃还要吃席是吧 我给你三分钟 你不来我吃饭去了 来不了 来不了你们开个屁的会 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尊重时间 不尊重工作 不尊重自己 不尊重同事 不尊重公司 不尊重社会 不尊重法律 不尊重国家 不尊重道德 不尊重天理 不尊重良知 不尊重神明 不尊重一切 你们看什么看啊 不饿了 走啦 吃饭回家 不干了 明天周日 我们公司准备团建 每个人工三百块钱 大家一名 明天是周日 占用大家放假时间团建 我建议三倍工资 我不接受 那我建议各回各家 你闭嘴 是你闭嘴才对吧 凭什么团建总占用放假时间啊 你知道放假时间是用来干嘛的吗 是用来回家看亲人的 我都想不通了 你每周都加班不回家 你难道没有家吗 哦 对了 你单身 难怪你不回家 你 再说了 团建不应该你花钱吗 不给钱就算了 还让我们花钱 要忙 你是老板 我是老板 就算你是老板 你也不能侵害员工个人权益 能让你叫我做事吗 我在教你做人 我不干了 看什么看啊 家里没亲人烫啊 走啊 不干了 公司没我都得黄 什么 站住啊 李总有事吗 你干什么去啊 下班啊 谁让你下班呢 公司规定五点半下班 你看别人下班了没有 没有啊 那为什么就你下班呢 因为我要下班啊 别人都不下班 怎么就你先下班 别人公司都倒闭了 你公司怎么还没倒闭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 没办法 人话听不懂吗 江萌 太过分了 是你太过分了才对 最后给你科普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章第39条规定 国家实行职工每周工作时间 不得超过44小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四章第43条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工作时间 每周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工作需要 每周不得超过三小时 每月不超过36小时 延长工作是要给钱的 你张嘴就喷 喷不住钱懂了 都看什么 不给钱还干活 早了 再晚回家了 公司没有我都得慌 嗯 姐能再过几天日节目 我马上就可以交房租的 不行 已经推测好几天了 不行你个鬼 你走吧 好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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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喂 萌萌 喂 妈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呀 我还好 说得还好就好 记得你不能在外面 不要苦了自己 不行就回来 你爸说了 他别的本事是没有 赶你一辈子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嘛 要是能找个好人家价 那就更好了 妈 我不是不结婚 我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你找不到合适的人 是因为你挑剔呀 你看看你二十多岁了 还没个正经工作 你想哪去找好男人呀 妈 你别说了 总之啊你早点回来 我最近都帮你误释了 几个挺好的小伙子 妈 都见见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还有事我先挂了 分头再说 妈 你好 我们是一个真人秀的栏目 现在要在这个市做一个 哈哈你能说重点吗 你先去我说好吧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真人秀 一百天走进自愿体验生活 如果你没参与的话 可以参与我们的一档节目 管谁啊 这个 我们可以给你主宫吃 但是没有住民宿的饮料 能管饭就行了 好 如果这样的 那麻烦你们记一下 我们南部的电话 或者是可以到我们 指定的报名租 先去报名号 这个正规了 我们这个是 我们地方电视台 地方文化部 以及我们地方宗教性的 共同体验 交 好 谢谢 这是来避难的吧 现在都吃饭了吗 师傅还没到开斋时间 请稍等 吃吃吃 就知道吃 太吃了 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再不吃饭 就不是开斋 是吃鸡啦 给口吃的呗 这 我们的规矩就是规矩 师傅 万娜的规矩开斋也都是三天吗 四月里面有点外卖嘛 那你帮我来一份炸鸡 加一杯咖啡 不不我喝奶茶吧 这里是福田寺嘛 我是来参加活动的 今天想炸鸡 在小艾术里面 那天气 是什么呀 谢谢 我来 我来 对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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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个我们去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进次元100天 想要请您参加新链订的东西吗 这个多少分钱 我们这个是没有钱的 但是有一个力量啊 呃 准央成功的话100天完成了 我们有一定的奖金了 好那我考虑 大哥 你也是来吃饭了吧 请排队 还有 你都不自带网筷了吗 王弥陀佛 师主 我是你的建议人 你要住 接下来由我带你快速融入寿庙的生活 师主 你有什么疑问吗 请问有吃的吗 还有我 还有我 师主 还没到开灾时间呢 又是一个来蹭吃蹭喝的 大师 你看看他肚子都饿得哭哭掉了 再不开 就开三天息了 是六天 是六 师主 请问你为何而来 一定要说吗 可以 那我选择不说 饿死了 花都没得吃 这里是我曾经梦开始的地方 我的青春 我的梦想 我的头发 都倾注在了这里 现如今却成为我梦冽的地方 以后大家再见都是陌生人 遗憾不顾身 为何再见只是陌生人 天爱的梦想 天爱的梦想 我的心好冷 那绝望的方式 更伤人 哦 对 我们爱的暗时乱风 爱的梦不顾身 今天自己才16岁最高的日子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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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牛 许个愿吧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你看一下 这个人很不错 很适合我们栏目组了 哎 你好 先生 我们是真人秀一个栏目 但是我们这一趟节目 有奖金的 奖金 很多很多很多的奖金 有没有兴趣 你先听我介绍一下 我们是一期真人秀栏目的 然后我们 我们这一期栏目 可以给你一个丰富的奖金 我们的奖金没有上线的 那么我们这一期栏目是这样的 走进寺院体验 100天的寺院生活 如果您很感兴趣的话 来来 我们加个微信吧 这样来讲的话 方便你联系我 来 这是我的微信 来 扫一下 来 先生 扫一下 扫一下 我们那个微信 就是后期你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你可以直接微信联系我 给钱吗 给现金 现金我们的奖金 给现金 来来 麻烦你扫一下 嗯 好的 不好意思扫你 感兴趣了 欢迎你加入我们真人秀栏目组 来 先生请慢走 佛弥陀佛师主 我是你的接引人 庙洞 接下来由我带你快速融入寺庙的生活 请问师主 为何而来 生活不容易 工作不容易 看不到希望 想来进去 我叫金元 今年45岁 一个人经营着一家小店 这小店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从小到大我都围绕着她转 她给了我吃喝用度 却也让我的人生只剩下了她 我的人生似乎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回家 一个人做饭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着电视 别人都说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热情的人 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很少笑 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和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子聊天 只是并非每天都能聊得上 他很忙 我的一天 就是我的一年 也是我的一生 有时候 我真的想改变一下 但是 我的电拴住了我 你好女士 不好意思打扰您下 我们是一期真人秀栏目组的 我们的这期真人秀的主题是 走进寺院体验一百天的寺院生活和我们外界生活的不存感 您愿意参与吗 要一百天啊 对的对的 我们这一期当期是走进寺院一百天的生活 有自己的小店呢 哦这样子吗 要不这样子啊 我们给你留一个我们本次栏目组的电话 到时候您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 我们就负责让您参与 您回去考虑一下好吗 好的 好 我们电话是400671 671 两个671 好的 我听下来了 好 谢谢 恭喜发财 谢谢 我来个人帮我干嘛手帮我给你们带跑吃的来了 啊 好 好 这么多好吃的 真死我了 来 今天小零食 一刻请大家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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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姐姐肯定不是来干饭的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她 她在我眼里 可是散师菩萨 姐姐 这是尿布师傅 她是负责接待我们的 她是想问你 为什么要来 这好像是我的态势吧 啊 我就是来旅游吧 小姑娘你吃零食吗 我带了好多 吃 这个我也喜欢吃 你拿一个吧 谢谢 多迷糊糊 寺庙院内静止吃一切食物 这是庙外 福莲寺这边都是我们庙里的 有没有观察症的那种哦 大师 你看这孩子饿了都不行 让他吃一口吧 不行 一口都不行 来人 把零食给收了 你离开的时候东西再归还于你吧 多期要咋办 造价赔偿 来寺院干什么 我叫冰园 冰园宝的冰园 我来家真的是对嫁的 在家实在是太无聊了 师傅等人齐了 我再带你们进寺庙 在家里面 这不该是很正常的 我来家里喝酒 是 somethin是 我来家里的 那些是 不知道 我来家里的 我不太爱 你 在家里的 我来家里的 我来家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起挺开心的 那就好 我就来活了 那我先干活了 好的 您好 那个我们是一次的 我们这个节目是走进4月1月100天 我们想要请你参加这次活动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兴趣 保虑保虑吧 保虑保虑是吧 那么我现在给你一个手机号码 麻烦您记一下 我们的号码是400 235 235 235 好 谢谢 谢谢 我来帮你 姐姐姐姐姐这是妙动师傅 负责接待咱们的 她是想问你为什么要来 我就是太累了 过来歇歇 还还我就走 不过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我们的文书店 主要是为学业求学 还智慧 学业有成都在这里面 第一次教大家穿规衣服 那衣服已经刮给你们了 接下来我来教你们 怎么穿这件海青 不用吧 我们对了 这应该不难了 那请你们先将把它放出来来走 许上达人登场 四小瓜愣将士 师傅看我这个可以吗 这衣服还挺合身的 师傅 看我穿的 你别笑 憋不住了 我得先去笑一会 哎 还是不让卫师省心啊 现在我先去把这衣服 先把这衣服打开 然后我不说了 然后左边有一个粉末 里面有一个粉末 它们记起来 一来之后把它拉开 然后那边扣 让它扣起来 为什么 都算好了 会了吧 有事吗 等开饭了 把孩子都饿坏了 可以了 跟我来吧 干饭干饭 慢点 快点快点 吃饭了 吃饭了 这哪得多少天没吃饭了 刚给你买了iPhone5 你就要5S 看别人有了iPhone6 你又要喝辣死 汉肚子掉地摔八倍 我攒钱过日子 你说嫌弃我是穷光蛋 没钱没本事 你看看人家乔布斯 再看看比尔盖茨 同样是俩腿 吃个肚子 不吃高的汉子 我没有吵着 换房子 没有让着换车子 你不说自己 终于吃上饭了 差点被饿死 吃饱喝足啥都不想 这个墓里什么 才是那么大 不能随便抽 店内所有的款式 都不可以随便抽 你们都过来吧 你们讲讲店内的规矩 我给你们讲店内的规矩 店内的沐浴 鱼 气和谷 都是这个鱼鱼状乱敲 包括那些股票的尖僧 也不是可以让他们到的 知道了吧 知道啦 我一定要接他 我向以往 说 我向以往 说 我向以往 让你沉在岸泰 我向以往 我向以往 小师傅挨揍了 你知道错了吧 错了 把手伸出来 我躲 伸出来 好疼啊 好了 我来先来给你们讲讲庙里的规矩法 记住了 庙里的东西不可以随便乱挑 尤其是那口钟 小庙不同于大庙 大庙的钟 它可以挑是为了吸引游客 我们福田市的那口钟 除了情况 比较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挑 比如说火灾地震 声音越大越急促 说明事越大 师傅 如果敲完以后会怎么样 很严重 有多严重 这个钟得敲吗 我想敲一下 其实 我把你脱 我想敲一下 但是我不敢 请来敲 我经常在城里敲的 好想 小师傅 对不起啊 我们也不知道那钟不能敲 小师傅 我以前去别的寺庙都能敲 我以为咱们寺院也能敲 都是我的错 你的手还疼吗 你说呢 这回人都到齐了吗 好 我来给你们讲讲市面的规矩啊 都听好了 记住了 我不太扛揍啊 大店里的拜练 中间那位是师傅拜的 你们也可以随便拜 然后你们的法屁也不可以乱敲 到了食堂 要止语 不可以说话 那个钟 钟楼里的钟也不是随便乱敲的 知道了吧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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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晚饭了 我们来抽个牵 抽到最大的和最小的 明天早上跟我去抄 早工 明天你们俩跟着我去吧 不是吧 这也能中 超重的 明天早上四点来找我 请 这个要命的 我一心他们都能挺 天哪 小事不能起来我心 你居然也能起来 还这么精致 习惯了 凌晨四点也送外卖吗 几千块钱的公司 你玩什么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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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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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嘿嘿,我自由了 拜拜了,您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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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一步 等等我,等等我 还有我,还有我 终于轮到我了 终于,终于,你快快游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运气 师傅,你在做什么呢 写东西 萌萌,这是师傅在写 学牌呢,你有什么心愿 可以让师傅写一下的呀 真的吗,师傅,我也可以写吗 当然,你们想写什么都可以自己写 来,给你们笔 谢谢师傅 谢谢 我也要一个 我想要这个 哪一个 这 在家 他 World 这 人 这个 这个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很多信众从大老远地方赶过来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准备年夜饭 你们谁会做饭 不会 我只会泡面蛋炒饭可以吗 泡面我也拿手 三朝地 机缘 你们负责帮忙后厨 刘浩 江萌 你们负责跟我买菜 洗菜 关盘 你们有意见吗 来 看一下我调的味怎么样 没有 放点香油 再放点吗 嗯 好吧 换一个 更香一些 对 看像 真是力 这是我的强项 这个香木 可以 可以 看得太清楚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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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女朋友打电话叫我回去结婚 说年底不回去就要分手 那你该面对总要面对的呀 你还是接一下吧 接电话呀 怎么不接电话呢 喂 我在忙 干嘛呀 女孩子劝一下就好了呀 这个人太烦了 刘哥我得回去了 我要走了 然后年底和女朋友订婚 然后马上结婚了 好吧 那你回去好好生活好好结婚 记得请我喝喜酒 好的 一定请你 好尴尬 张云我站住 大家都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就差那么几天了 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 都在坚持 我要回去结婚了 然后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要好好生活 谢谢你们 那你走吧 我说你活着 呀 姜蒙咋去了 咋叫蒙那么生气 不要管我 怎么了到底 张云他跑了 他最初来许下的诺言 他啥都不要 他跑了 大家都在辛苦坚持 就他走了 他可能有自己的事情 给他去吧 那个张云走了啊 这小孩说他想明白了 回去结婚去了 其实我有点想走了 我家里也自己大作的事 你想明白吗 姜蒙 我还想再坚持下去 行 待几天 待几天吧 要不带他回去 去去找蒙哥 好呀 好呀 你也要走了 我要走了 谢谢你的照片 原来原定 希望你一切安好 谢谢师傅 张姐 你这怎么了 要走了 我要走了 刚才就 我跟师傅已经资金过了 那你等等 别等等我 师傅 我老婆现在已经回家了 明白 你自己犯的错 难道还要我帮你去道歉吗 是吗 浩哥 你要回家了吗 是的 我得被自己开个公司 接演小活自己干干 现在呢 我抽一个助手 你愿意来帮我忙吗 你疯了吗 浩哥 我说的是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人就和野草一样 不能一经历工艺就趴下了 总是要有个过程的 基于你 你在哪个地方去 就去你这个货嘴 都容易被人家开了 算吗 你这算是夸我吗 算吧 谢谢浩哥 不过我还不打算走 我在这里有很多感悟 还想待在这里 那周你好运 没事摸摸 还有我陪着你呢 好的 那我们坚持下去 林姐 最少我们俩了 没事 等我干的时候 我会给你到最后的 猫咪 你想家吗 总比在外面流浪好吧 其实我更想的是爸爸妈妈 总比我强吧 我都没见过爸爸妈妈 小熊 想回家吗 马上要过春节 想爸爸妈妈吗 某某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刚一直在找你 没什么经济 我只是有点想我妈妈了 但是我不想 没有把这边的体验生活 结束掉就走 我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 嗯 我会一直陪着你个 虽然我也有点想我儿子了 等这边体验结束了 我们就一起回家 好吗 嗯 下雨了 我们一会儿沉重木骨了 我们去陪师父吧 那我们走吧 好的 好的 今天我们来学一下烧金树 烧金树 会人得到智慧生长 让人变得空测 从而理解头绪 那些原因困了自己很多事情 烧完金树后 会变得忽然开了 吸气的舒畅 我会变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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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